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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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雕的方法是输出的潜伏雕 其实和台湾的雕法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台湾相应它圣雕度 它的雕的有可能方法上有点不一样 包括这种层次的怎么分离 作者的这种心理的想法 所以我们要把它怎么去体现它 大家也会有一个争论 很幸会的时候 最后大家就是能协调到一致 最后把它体现出来 我感觉已经确实是非常非常好了 好了我们去开始雕的时候 也是蛮顺利的 通过这个雕刻的过程 说明它的两岸的雕刻艺术上 它那是相同的 那是一样的 16年3月份 我们到台湾的三亿木雕博物馆去展览 那个外面进来参观的人特别多 博物馆馆长还说了 这是开馆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天 我们在这过程中间 就是和台湾的很多大学建立了关系 所以我们16年这个河壁展结束以后 我们就下半年就直接做了这个两岸高校的文场实际比赛 所以我们 我也都记得我们第一届的时候 两岸有35个大学来成交的 这个后来到第二届 第二届有63个大学 第三届有75个 这次因为可能疫情的影响 它是一个大概70个大学 成交 这作品是400多 我个人感觉就是台湾的整个在文化倡议方面 它做得很好 它可以和一二三才是应该是很紧密的相连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把台湾的很多设计 包括大学生的这种 把它带到大陆来 你到底设计得好不好 也要一种市场来帮你检验一下 那也是为两岸这个学生一起交流 打解一个平台 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相互借解 相互学习 那很希望就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下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缓和 来恢复我们两岸民间的文化交流 那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